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酒驾不但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,也威胁到将别人的生命,虽政府不断宣导,人有人还是会酒驾,台北玻璃市脸书粉丝专页PO出影片,分别是两名酒驾的男子被逮之后的反应,网友看完后都觉得相当傻眼。 影片中一开始是一名男子被拦查酒驾,远景发现他全身都是酒味,要为他进行酒测,男子表示自己在酒吧上班,客人的酒打翻,才会导致身上都酒味,后来又说公司晚上吃姜乳鸦,他不确定这样会不会被测到。 男子在过程中故意吹很短的气,让酒测气无法测出酒精时,让警方相当无言,最后终于测到零。 35的酒测值,男子后来竟开始哭泣,边哭边说我不能被抓,远景无可奈何地说哭没有用,你自己喝以前要骑摩托车就该知道了,都大人了,不要哭。 另段影片则是情侣双赛,男方喝酒被抓,女友一直哭,还说我不要你被警察带走,都怪我不好,让你酒驾,在我男子则说,好啦你在家等我消息,但女友不断哭泣,男子只好一直安抚,没事啦没事,又不是你的错。 傻傻的男子在远景面前亲了一下女友,又接着说,好啦,没事没事,不要哭,我给你钱钱。 影片曝光后引起网友热烈讨论,不少人都觉得这两段影片让人很傻眼,认,为酒驾非常不可取。